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個性內向又膽小的王岩手 竟然迷上面目猙獰的八家將 還愛上了跳鎮頭 看到那種家將 扮演的角色很威風 岩手變得有自信 爸媽卻開心不起來 以前都做得不好 那時候都留下孩子在跳 為了扭轉鎮頭形象 岩手嚴格禁止團員吸毒鬧事 還成立兒童鎮頭團 他還有個遠大的夢想要實現 我希望說要像國際 在舞台上就表演 只是害羞的他 連上台說話都不敢 他怕他說大學生問他一個字 他不想 他覺得很丟臉 經濟壓力更讓他的夢想變遙遠 我去阿嬤媽比賽這島 開始玩了 玩了就要做新的東西出來 神秘嘉賓的來訪 會帶給人手希望 還是逼他面對現實呢 週五晚上九點 正頭追夢人 就在公視十三頻道 誰來晚餐